一周不同样的 十道 腐蚀神仙做法 宝宝吃的大脑发育 个头蹭蹭长 第一道 宝宝大脑发育黄金期 这道腐蚀请收好 山药切块 苹果切片 和核桃一起上锅蒸熟 全部放入腐蚀机 核桃蒸熟后去皮 再加温开水 搅打成泥 一周两次 宝宝个子高又聪明 不会做腐蚀的妈妈关注我 第二道 很多宝妈把蒸蛋做得比豆腐还老 难怪宝宝不爱吃 你要是做成我这样 宝宝一口接一口 光盘真的太简单了 西兰花和胡萝卜焯水 谢谢 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用半个蛋壳装三次温水 充分打散 过滤一下口感更细腻 披去浮沫 加入西兰花和胡萝卜 盖上盖子蒸八分钟就可以了 蒸好后加一点核桃油 第三道 8个月以上的宝宝一定要这样吃 比大鱼大肉还营养 铁棍山药切断 拍脆脆剁成泥 锅中水冒泡下入山药 煮15分钟 加入一个蛋黄 搅拌均匀 再放青菜 碎煮2分钟 即可出锅了 第四道 小米别再给孩子煮粥吃了 试试这样做 小米食书真高 松软香甜还能锻炼宝宝抓握 简单搅一搅蒸一蒸就可以了 小米提前浸泡2小时 20克小米 60克铁棍山药 一个鸡蛋 腐食鸡搅打3分钟 像这样有绵密气泡 加焯水胡萝卜碎 西兰花碎 搅拌均匀 模具刷油 挤入糊糊8分满 轻轻震一下 水开转小火蒸10分钟就可以了 第五道 第六道 宝宝7个月以后要保证每天一个大火 面条掰碎 班截去皮去紫剁碎 锅中倒腐蚀油 班截碎炒汁汤均 加适量清水 水开倒面条碎 面条煮熟后加大火 快速搅散 加青菜碎 再煮两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软烂开胃 第七道 天冷苹果别再给宝宝啃着吃了 这样做奶香浓郁软糯香甜 营养好消化 孩子很爱吃 半个苹果擦丝 加入两个鸡蛋 30克面粉 20毫升牛奶 搅拌均匀 倒入油锅中 整理平涨 表面撒点芝麻 最小火煎至底部凝过 翻面煎熟即可 第八道 妈妈在忙也要每周给孩子 做三次这个补钙虾球 一口一个 软嫩鲜香 八只鲜虾 几片胡萝卜 一个蛋清 小打成泥 裙带菜泡发 它的钙含量丰富 都是小嫩液 搭裙带菜和淀粉 搅拌均匀 不沾锅刷油 挤入虾球 小火煎至金黄熟透就可以了 第九道 一个蛋黄 一勺苹果碎 两勺吃剩的米粉 搅拌成这种浓稠状 手上抹油 取一小块团成 宝宝能装握的大小 上锅蒸十分钟 软弄好吃的手指食物 自带苹果的清甜 宝宝很喜欢 第十道 八个月的宝宝要尽快吃肉 牛肉怎么做软嫩好消化 牛肉放葱姜水取心 取心牛肉60克 山药30克 虎石鸡搅打成米 加玉米淀粉时刻 充分搅拌上进 装入裱花袋 锅热倒油 番茄炒熟沙 加入适量清除 成型的关键 水开关火 再挤入小丸子 开小火煮至飘起熟透 加入青菜碎 再煮一分钟出锅 软嫩好取决 没咬宝宝也可以吃肉 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喜欢吃肉